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一集有谈到媒体对我们的师尊连身活活 从以前师尊我们就要讲年轻 师尊现在还是很年轻 就是在刚刚师尊写了有关于灵学 启灵方面的书籍的时候 整个声明大照的时候 媒体就给您这个封号 就是比较属于争议性比较强烈的人 这样子四十多年来 其实我们已经听闻您的看法就是很习惯了 可是有一个部分是某一些的群众 他们还是愿意去相信八卦的 那个部分呢 我自己因为跟随着您二十年的时间 我很清楚 就是您的女弟子是非常多的 那么其中会不会他们就是这种爱慕的心形 比较跟其他人不一样 所以就有了这么些的例子 是让我们今天这个争议性的部分 是比较让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它 这个女弟子的爱慕 我们不知道师尊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你都不太愿意讲 可是我们大家其实心里都很好奇 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些的意思 是爱你 这个是有的啦 是是是 因为我以前也写过一本书叫做 给和尚的情书 给和尚的情书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感情 我们不能否认这一部分 不能把这一部分给他否认掉 那么确实有这个女的弟子 他对于师尊的爱慕 就是说 现在流行的就是太超过了 太超过了 就太超过了嘛 就是来自近 但是我看了也是太超过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像我们这个出家修行的人 我们就只能够引导他 你不能说一下子 就给他这个张头棒喝 那么也可以 好像是说大仪治水一样 把这个水引导到正常的方向去 哇那这样子真的师尊很辛苦耶 因为一般人假如谁要暗恋我或追求我 就是不喜欢你的话 我就赶快你的电话也不接 你的人也不要看到 最好你离我五百公尺远 对不对 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处理 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领导众生的人 要去接引众生的人 不能够这样子的 所以我有发过试验说 不舍一个众生 当然写那些情书来的人 便不是说很年轻貌美 也有是年纪比我大 而且也有差不多六七十岁的老太婆 师尊可以透露他们大概写什么内容吗 他也是戴着一个假发 戴着一个假发 然后呢穿了很这个摩登的这个衣服 他年纪明明是很大 也是满脸的皱纹 但是都是都是油漆过的 脸上都是油漆过的 然后走路的时候就在你面前这样摇摇摆摆的 这样就摇给你看 对啊 然后 然后也写情书 那么像这种现象都会有的 然后他会说 师尊我要供养你一点这个红包 那么我就给他收起来 那里面有一张纸条 我住在hotel 哪个number 里面还有一个钥匙 这么样的大胆 有 是有的 哇 所以师尊看到这个其实都不讲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才第一次听到 我们只是笑一笑啦 只是笑一笑说 哎呀 既然有这种事情 那我就把 这个纸条收起来 我会跟他讲 我是没有空的 我没有那个时间 但是我可以教你佛法 我就跟他谈那些佛法 好像一路走啊 一路就稍微跟他谈 所以师尊您这样子还是用一个 比较关怀的这样子 比较一种柔性的 你不能用很强烈的说 我们不能怎么样 那会不会也是因为您的这种柔性 也会造成对方的误解呢 比方说他如果问你说 你心中是不是有我啊 那假如说师尊的回答是什么 我都讲说我心中有你 对每一个弟子我都是这样子讲的 对男的弟子也是这样子讲的 对男的也是我心中有你 我心中有你 因为我心中有众生 我不分你我他 我都是讲我心中有你 尤其好像是说对于有病的 师尊的心中当然有他 就像耶稣一样 对于有病的这个羔羊 他是抱在身上的 所以他就特别照顾他 特别反而要把他抱在 对对对 可是他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智慧的话 他就会会错意 你心中有我 就是他就自己去发挥了 会不会就是他的一个误解 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但是毕竟上讲起来是少数 是少数 大部分都能够导致于正轨 其他少部分的 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如果是实在是太超过的 那我就是这样子 就比较正经一点 就好好的跟他讲清楚 对 对讲清楚 可是有一些他就是可能 有一些的时间点到了还是怎么样呢 他又再去 因为我们上次有讲到说 现在的这个科技发达 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部落格 可以自己去上网 去发表自己的看法什么的 像这样子的这种 他的误解的话 如果他去 自己去创造一个自己的想法 一个原地了 然后不明白的人 就认为是照他那样子讲的 那这个对于整个中概来讲 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应该是有原因的 我是了解这个原因 我是了解这个原因 但是可以公开讲出来吗 您是说哪一位弟子吗 还是谁 对 我是说你说部落格嘛 对不对 那么我也认为说 部落格写的东西啊 我自己本身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我了解他的 我觉得也没错 哎 对 所以我们是在这边 这边的不分别啊 就说我 我为什么要是 就说他谁 会有一个人 我才是想的 他可能就不认为 我说自己不认为 带个带戒 可以 没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